10. 星島日報 九龍站小淡風吹集分減價2%至400%股市波動所致投資者曠以復 2015年7月15日豪宅追擊C12樓市焦點中港兩地股市波幅擴大 部分業主擔心波及樓市令減價估貨個案躁增 屬投資客集中地的九龍站減價成交個案佔浮現 減複介乎2%至4 其中均臨天下低層單位 原業主員叫價2600萬 後大減100萬元後成交 減複近4% 另外 晴天半島銀主盤減價50萬元後 以約1450萬元成交 減複於3% 九龍站均臨天下一座低層 必失估出 市場消息指 單位面積1133方呎 原業主叫價2600萬元 最終以2500萬元成交 減價100萬元 減複近4% 赤價約22065元 略低於市價 據悉 原業主於7年以26004萬元連車位購入 由於未年價值約300萬元之車位 售出 估估計獲利約100萬元 據區內代理表示 現時屋苑約有170個房盤 入場兩房戶叫價約1300萬元 而3房單位叫價則由1650萬元起 均臨天下減價100萬隨業主外 連銀行亦趨向減價套現 美聯分行營業經理袁國華表示 九龍站均天半島銀主盤6減價成交 為6座高層 必失 面積約633方呎 兩房間格 屬銀主貨 願叫價1500萬元 由於銀行見市放波動 願意調減叫價 並以約1450萬元成交 減價約50萬元 減幅於3% 呎價約22907元 據悉 早前同類成交價於1500萬元水平 現低時價於3% 傾天半島低時價於3% 受原始續指 現時傾天半島約有50至60個方本 股市下跌後 業主不再企硬 願意擴大以復 由原先1%至2% 擴至5%至8% 九龍站讓日居易錄輕微減價成交 美聯區域聯席董事彭文浩表示 為一座中高層 面積638方呎 望內圓景 業主於兩週前放盤 願叫價1300萬元 後輕微減價10萬元後 最終獲用家以1290萬元成績 減幅近1% 呎價約20219元 據悉 原業主為外籍人士 一直將單位作長谷原略壞危 C 讓日居1290萬成 接現時該屋苑若有80個單位放售 平均每方呎價約22000元 當中交吉盤約佔三成 平均每方呎價約20萬元 兩房匯入場價約1300萬元 三房則約1500萬元 業主普遍提供3%至52價空間 天使新錄貼士價成交 李家闊高級首席營業董事顏平軒表示 屋苑若鑽鑽中層C 室沽出 單位面積1370萬元 造價3200萬元 平均呎價約23358元 屬貼士價成交 顏事足指 屋若現時約有150個方盤 業主普遍提供1%至2的以價空間 市場人士表示 九龍站豪宅盤業主有較多位投資者 於納稅實施前 投資者比例高達4成 現時該比例須有所下降 仍有約2成 故該批業主對股市升跌反應較為敏感 升就入市跌就走 故股市下跌時 業主心態易會轉弱 會擴大以幅甚至減價求收 為代股市稍回升 料業主易會相應調升叫價 均臨天下放盤量 約170個平均叫價 圓方呎 二萬一千二幅 上月成交量 五中擎天半島放盤量 約50至60個平均叫價 圓方呎 二萬一千二幅 上月成交量 七中養日居放盤量 約80個平均叫價 圓方呎 二萬一千二幅 上月成交量 四中天採放盤量 約150個平均叫價 圓方呎 三萬二幅 上月成交量 約兩中 圓方呎 二萬一百四幅 雙方呎 由五中擐支 圓方呎 八九五 四十一幅 雙方呎 四十二幅 圓方呎 十二大約四十二幅 四十二幅 八十二幅 天 Healing 圓方呎 初十二幅 十二幅 四十二幅 四十二幅 六十二幅 八十三幅 二十二幅 九十二幅 四十二幅 四十二十二幅 八十二幅